晚年之后,若是老伴先走了,要不要再找一个伴?这也许是很多老人心中的疑问,很多人都在纠结要不要找,不找自己一个人很孤单,很冷清,找了又怕不合适,或者是子女不答应。 老年之后,一旦老伴离开了,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?其实晚年之后,当老伴不在了,那么就剩自己一个人的了,吃饭的时候,是一个人,逛街是一个人,看电视是一个人,睡觉是一个人。 不管做什么,都没有人和我们说话,没有人和我们聊天,我们始终都是孤苦伶仃的,有时候会后觉得很孤单,有时候觉得很寂寞,遇见一件事情,想找一个人商量都没有。 这种时候,内心是孤单和寂寞的,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,是为了等待某一天离开吗?于是此时在老人很孤单很寂寞,而此时有很多老人也会选择再找一个伴侣。 毕竟这样就会有人陪伴着自己。在这种时候,有些子女是很孝顺的,知道老人一个人住会很孤单和寂寞,想要和老人住在一起,可是真正住在一起的时候,会发现,其实老人和孩子之间,不管关系多亲厚,有时候有些话依然是不能说的。 孩子们始终不能和老伴一样,让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,甚至懒的时候,对老伴说,我想喝水,你帮我倒点。 到子女的面前是不能这样的,所以很多老人和子女住在一起的时候,会觉得很孤单很寂寞,想要分开住。 不管做什么,都没有人和我们说话,没有人和我们聊天,我们始终都是孤苦伶仃的,有时候会后觉得很孤单,有时候觉得很寂寞,遇见一件事情,想找一个人商量都没有。 一旦老伴先走了,最怕的是一个人会去做下面的三件事。 一旦做了,对晚年的生活影响特别大,小则影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,重则影响自己的生命。 第一件事,不要选择一个年轻的伴侣。 我们总是能从网上看到有些老人选择了很年轻的伴侣,从恋爱到结婚,也许有人会接受,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人是无法接受的。 毕竟晚年之后,选择一个很年轻的伴侣,对子女来说也很尴尬,倘若和子女的年龄差不多,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称呼。 重要的是,若是真爱还好,就怕的是对方是不安好心,等你不在了,占有你的家产。 晚年之后,可以选择一个伴,但是一定不要选择比自己年轻很多的。 首先,不是一个时代的人,之间会有很多的代沟。 其次,大半生都过完了,在晚年背上一个为老不尊的名声,就不好了。 最后,选择一个太年轻的伴侣,也许有些是真的人,但是绝大多数是有目的的。 所以,在晚年的时候,选择伴侣一定要谨慎,你可以选择和自己情况相似的,但是一定不要选择一个比自己年轻太多的人。 第二件事,不要和保姆在一起。 一个人晚年,最怕的也许就是和保姆在一起了。 有太多人,在晚年的时候,子女们顾不上照顾,很多老人也不愿意和子女住在一起,觉得不方便,便想着分开住。 而子女们不放心,想着找一个保姆之后,至少有人陪着。 可是往往就是这样容易出事。 老伴离开之后,老人就剩一个人了。 平时没有人说话,以前的时候,可以和老伴互相照顾。 晚年之后,没有人关心,没有人在乎。 一个人很孤单,一个人很寂寞。 而此时,家中有了保姆之后,老人就会产生一种代入感,也就是把保姆代入成自己的老伴,从而用对待老伴的方式去对待保姆。 也许一开始是有谨慎的,但是慢慢地就会很习惯,和保姆相处得很好,时间久了,就会把保姆当成老伴。 而一旦把保姆当成了老伴之后,就很容易和保姆在一起了。 可若是保姆也是这样想的,就好了,是真心在一起的还好,就怕的是很多保姆不是这样想的。 而是为了钱财,就像是电视剧都挺好,里面的苏大强,对保姆就是这样的,和妻子的关系不好了一辈子。 妻子去世之后,他一个人过,也没有什么,但是老了,总有一些生活方面的习惯不好,主要是不会做饭。 之后,子女为他找了保姆。 可是真正有了保姆之后,一开始对保姆不是很满意,可是后来却很喜欢保姆,要和保姆在一起。 最后在子女们的试探中,才发现保姆是有所图的。 很多保姆都是有所图的,而大部分都是在图钱,所以晚年之后,一定不要和保姆在一起。 第三件事,自己的钱财要守好。 晚年之后,真正可以依靠的,其实是自己和钱财。 当你有钱的时候,不仅能在关键时刻救命,还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想吃什么买什么,想穿什么买什么,想出去玩就出去玩。 所以晚年的时候,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钱财。 当你守好自己的钱财之后,你会发现,你的生活会好很多,也会自由很多,轻松很多。 你没有什么压力,但若是守不好自己的钱财,你的生活就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。 你做什么都没钱,不仅要省钱,还要和子女要钱,也许要的少也无所谓,但是要得多了,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 晚年的时候,一定要明白,人生是自己的,而晚年的生活也只能依靠自己。 所以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财,守住自己的钱财,其实也就是守住了自己晚年的生活,守住了钱财,其实也就是让自己晚年的生活更更自由一些。 没有谁能陪伴谁一辈子,在你身边的人,注定要一个个离你而去。 当你有了自己的家庭,有了自己的儿女,父母也渐渐地老了,他们会慢慢地离开这人世。 你注定要面临一个个亲人和你离别,也注定要经历一些痛苦的时刻,到最后,你会发现陪伴在你身边的可能只有伴侣了。 但剩下的两个相依为命的人,注定也是会有一方先离开的。 人们都说,先离开的那一方是幸运的,因为他们不用经历那么痛苦的生离死别,也不用自己一个人撑着孤零零地去生活。 但当他离开你的时候,反而感到不舍和不习惯了,平时的劳到没有了,碗块也减少了一副,生活好像突然变得安静了。 越是这种时候,就越不能闲着,否则自己就会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。 你要学会为你的世界多增添一些色彩,比如偶尔参加一下社区组织的活动,和小区的老友们喝喝茶,打打麻将,到晚上了可以再去散步,跳广长舞锻炼身体。 当你的生活渐渐丰富起来之后,就不会整个人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了。 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享受外面的世界,享受孤独,但是也要享受温暖,多参加一些活动来丰富自己的生活。 所以,就算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,依旧要努力地去生活,一个人依旧能活得很精彩,这也是离开你的伴侣希望所看见的。 所以,你保持好身体健康不仅仅是因为自己,更是因为不让你的子女为你天天担心。 既然遇到了这样的现实,那么就学着去接受它,或许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两个人那么热闹,但是依旧可以活得精彩。 你还有属于你的后半生,你依旧能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属于你人生的美丽。